我请教博雅 可是这一个礼拜事实上 青岛东路的立法院 仍然是核心的战场 一方面行政院的复议案要表决 另外一方面青鸟跟蓝鸟也要对决 青鸟跟蓝鸟对决 其实因为国民党 他有申请到正江街以东的场地 然后这个民间团体的青鸟 在正江街以西 所以大家会有这个意向 不过我自己是认为说 现在因为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 那复议看起来 因为黄国昌他根本也没有任何 要改变投票意向的迹象 所以复议的投票结果 其实差不多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其实在他那两天 全院委员会的重点 其实应该是要再去看说 舆论还会不会进一步的发酵 这才是重点 当然你说青鸟 这个民间团体一定是希望号召人 那国民党现在是听说 要叫立委游览车动员或怎样 那先不管 但是两边不管抠出多少人上来 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说 舆论是不是进一步的扩大了 尤其是全院委员会里面 行政院长他会先说明复义的理由 然后这个蓝绿白立委会连翻 这个轮番上阵去拷问左龙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够积出一些什么样的火花 能不能够带来怎么样更深入的话题讨论 我反倒觉得 这个是下星期最值得看的看点 因为接下来 这个复议之后就是四线嘛 那进入四线的时候 应该我认为大法官应该会安排一次辩论 宪法法庭的辩论 然后这个判决有可能会在申请四线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出来 那就是时间算一算 大概九月十月啊 所以如果说在复议的这个全院委员会里面 有话题出来的话 那对于蓝白来说会形成很大的压力 因为这个可能会一路往后延烧到九月份 十月份 然后司法院大法官在辩论的时候 又是一波话题的高峰 那会让蓝白进入个更尴尬的位置说 他们后面本来还想要推很多奇奇怪怪的法案 那还要不要继续推 傅昆奇放话716要过的那三个交通工程法案 现在到底要不要过 然后不当党产 国民党要把党产还给国民党 这还要不要推 那后面的这些东西压力会叠加 那尤其是对一些国民党 现在民间团体有喊出罢免风声的栏尾来说 这个叠加压力如果叠到十月 那真的是不得了 十那就是直接进入到下会期 变成下个会期还在这个题目上面 那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尤其是他们几个比较话题性的立委 像是什么翁晓玲啊 吴宗献啊这些 如果说全院委员会又要咨询左龙泰是他上场 那会讲出什么惊人之语 那当然民进党自己也要加油 因为民进党他当然也有11个委员可以上去咨询 但是他是采取跟行政院同样一个立场 那你采取跟行政院同样一个立场的时候 你要怎么借用这个舞台再进一步更深入的把 你民进党国会改革的主张讲清楚 我觉得这很重要 外面有多少人在看那是一回事 但是谁能够在全院委员会里面用咨询打出好球 去延续整个舆论 然后扩大整个舆论的支持 我觉得这是下个会期立法院的关键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